一起共筆記錄 我們有開一個Hack Folder 每張桌子上面都有QR Code跟縮網址可以連接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場邊穿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員尋求協助 我們的活動即將開始 現在把時間交給現場主持人國軍 好 那非常感謝今天各位來到現場 我們知道今天除了握草開放國會松子外 還有另外一場就是很多人關心的活動正在發生中 那我不知道我在室內 所以不知道外面現在氣候怎樣 那就祝福大家活動都很順利 好 那除了這個議題之外 我知道大家今天來這邊還很關心一個議題就是 大家就是一千塊的保證金什麼時候能夠退費 好 不用擔心 我們到下午三點半以後 我們都在電梯口那邊的櫃台就可以來退費了 對 所以要待到下午要陪我們留到最後 不要下午去參加其他活動 這樣才可以拿到保證金 好 那接下來我看時間也差不多 大家的入座都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我們臥草的大家長 我們執行長林竹怡先生 麻煩大家掌聲鼓勵 好 那麼在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來到群銜樓的時候 那是三年前 那時候是來參加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公廳會 然後這次則是直接進來一起辦活動 然後雖然說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辦活動 不過第一個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就如同現在一起也在做的 我們各位所有的民眾朋友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共同參與者 我們大家都是今天的主角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再一次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今天參加的是什麼活動 再一次 我們今天參加的是什麼活動呢 國會收 沒錯 好 在今天的時候我們有一連串的主題論壇 然後之後會讓大家來參考說 今天在這段時間 就是透過許多民間的力量 我們針對立法院我們可能做哪些事情 這時候我們從著直播 從著開放的網站 然後從著可能漫畫的議題 然後來做相關的分享 那另外一方面在下午的時候 也有個很精彩的活動 就是我們有邀請到立法委員 然後之後來到現場來跟大家互動 這也是下午的重頭戲之一 另外一方面 我們在上禮拜六的今天 在上禮拜六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一樓 也有先舉辦了黑客松 那在今天 班晚的時候會來進行成果秀 雖然說他們的時間很短 不過我們還是非常期待說 在短短的這幾天之內 他們針對開放國會 做出了什麼東西 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也是我們可以在 今天班晚的時候所看到的 在今天這邊 我們會需要特別感謝的是 立法院 還有蘇嘉全院長 以及林志佳秘書長 那另外還有感謝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親民黨團 以及立法院的資訊處 和總務處的協助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今天很難 一起在這邊共渡一趟 然後來立法院一頭 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那並且在這邊的話 我們因為 我們畢竟是民間團體 講錯了 我們就是一個組織 我們有辦法介紹這樣的場地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感謝的是 陳怡傑委員 李俊毅委員 江啟成委員 蔣萬安委員 徐永明委員 和洪池庸委員 有這幾位委員的協助 才讓我們這一系列的活動 每個時段的場地 我們都可以確保能夠使用 在這邊特別感謝他們 那下午到場和民眾互動的委員 目前有李俊毅委員 曾韻鵬委員 蔣萬安委員 和徐永明委員 這邊我們也非常感謝他們 而這次活動的舉辦 我們也特別感謝媒體夥伴的支持 感謝蘋果日報 感謝民視 感謝寶島聯播網 感謝雅虎 另外也要特別感謝的是 世紀線上 以及蘋果Live 然後來替我們做直播 好 在這次也並且特別感謝 台灣民主基金會 對於這次活動的支持 如果沒有大家的協助 以及沒有各位的參與的話 我們是很難有辦法 辦成今天的活動 今天 每個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尤其是下午的時候 跟委員互動的時候 更是每一位大戰伸手的時候 早上我們的許多的主題論壇 也希望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各個民間 每個人 目前是試著如何 對開放國會的投入 那這邊的話 也更是希望說 有許多人一起 踏進我們的行列 一起來支持開放國會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想要特別邀請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的大家長 我們邀請的是 我們立法院的秘書長 林志佳 謝謝 謝謝 那個主儀 那 臥草的好朋友 在場的 包括我們兩位委員 那個 巧慧 蘇委員 蘇巧慧委員 陳曼妮 陳委員 還有在場 還有很多 我們臥草的 這個好朋友 黑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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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黑魔 好 還有那個 我們民視的 升卿 他是 總經理特助 那還有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 都有在現場 我就不一一這個 點名 但是最主要的 我們 這個要向各位致敬的就是 我們 我們在場的這所有參與的年輕朋友們 我們代表立法院 代表蘇院長 跟那個蔡副院長 來謝謝 來歡迎大家 那我們今天在場 我們包括我們的資訊處的處長 張處長還有 相關的我們立法院單位 我們都全程會在旁邊來幫助 那 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那個 蘇院長一當選上這個立法院長 就 先是說要做三件事 一件就是開放的國會 第二就是 人民的國會 第三件是專業的國會 都是朝這個方面來做 那是開放的國會 那 我們就是 大家知道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在蘇院長這個 極力的這個 跟所有黨團 大家一起協調之下 那我們就先試辦 那試辦當然 我們要很感謝 像今天的民視 那個八大 還有這個 冠軍電視台 他們幫我們做 這個等於是 無償的 這個轉播 那 讓這個 我們電視都可以看到 這個 我們 所有 宴會跟委員會的實況轉播 那把它等於是 等於是當做國會頻道一樣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新媒體 所以 包括臥草也是 所有的 有23家這個新媒體 一起 來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透明度的轉播 包括宴會 委員會 我們都轉播 所以我們現在 幾乎我們連手機 你的那個 這個 這個電腦 你知道有 能夠上網的 你 不管你在哪個時間 立法院在開會 你在這個 這個捷運站也好 你在這個 剛好在哪個地方 你只要能夠 手機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跟 全世界是 大概 這個在 這個轉播上面 我們大概沒有輸 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 透明度 但是今天 我還要特別感謝的 就是臥草 這個 我們這個 臥草的這一群 這個 既有創意 而且 非常有衝勁 跟那個 那個人力的一個 好朋友 他們幫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們 這個國家來講 是一大奇功 就是說 臥草 像今天這個 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說 他們花了很多的心血 然後做這個開放 那他們有很多的創意 那他們就是跟 國際上掛 掛上去 大概是他們做的 這個被 國際上看到了 所以他們就可以 加入一個叫做這個 我們 所謂的這個 OGP聯盟 這個是一個 國際的一個平台 它這個國際平台 他們就是 這是開放政府 這是開放政府 這個英文就是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就是開放政府 火棒聯盟 它這個本來是 大概 有八個國家 他們在2011年的時候組成 然後到2016年 現在有70個國家 大概都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但是這個平台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也想去參與 但是我們因為不是 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就 你知道嗎 這個國際就很現實 你只要不是真的會員國 你想要去 人家說 你們就不是國家 所以就把你排除 但是這一次 握草 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大概被人家肯定 而且他們做的很多的那個 就是都非常開放 然後直接等等 所以這個國際大概是覺得說 這個是真的是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夥伴 所以就把他們加進來 所以我們台灣就 藉由臥草 藉由我們林祖儀 王熙他們的努力 就把 就掛上這個聯盟上去 這個聯盟上去之後 我們就台灣 就變成這個平台的一部分 也等於說 在這個網路上面 我們台灣是已經加入聯合國一樣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 是真的很不得了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這個 握草的努力 那當然這個平台上面 有很多他必須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他另外還有一個 他們推出了一個叫做 Open Data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 立法的Open Data的資料 就是立法院 他們對於立法院 國會議員 所有的資料 必須公開透明 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說他譬如說各個 國會的那個 你投票 投票的行為 或者是 包括議員的出席力 然後包括議員的 這個開銷 他的支出 等等 都要把它透明化 這個不得了 這個對於我們國家的 這個可以說 那個國會的透明度 當然會有非常 等於是說 關鍵性的一個 一個 等於是一個指標 那對於我們民主國家來講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等於說 一大步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那我想 我們國會因為 有個臥槽 所以我想 他們的努力 我們各個黨團 都很認同 所以他這個 像今天的活動是 臥槽跟所有四個黨團都一起來 那一起來合辦 那租的地方 借的地方 也是立法院的 這個 九樓大禮堂 這個 我們這個大會議室 那麼 跟大家一起來 那我們 這個蘇院長的想法 就很 很 就是說很明確 而且 就是說很正面的 希望說 我們立法院 我們希望它 越透明越好 像過草這樣子一個 正面好的一個組織 而且能夠跟國際 透過過草 又跟國際上做聯繫 那我們就是很願意把 我們這個透明度 更 這個有效的 跟全世界合在一起 然後讓我們的 國會議員 因為這樣的透明 所以我們的 像我們的蘇委員 巧惠 曼莉 他們這些 這個 優質的委員 他們就能夠什麼 更能夠 把他們的專業度 他們為人民做了什麼 更能夠有效的 讓所有人民 都知道 尤其讓我們的 年輕朋友知道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 好 那我們會持續努力 那今天 我們再一次的感謝 我們這個 我們的 臥草 還有我們的 幫助這個活動 所 形成的 所有的 工作統領 不管是哪個團體 我們都非常感謝 然後 也再次的感謝 各位的參與 讓我們 一起來努力 讓國會 越來 越屬於大家的 然後國會 也越來越透明 然後國會的效能 也能夠 越來越提高 這個是 再一次的 再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也祝大會成功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謝謝 那個秘書長 那個林秘書長 今天跟我們的開場發言 那我們今天也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 今天有各個黨團 也有代表 來參與我們的開場 那包括 我們民進黨的 助巧會委員 陳曼麗委員 以及 那個 我們國民黨的 林維咒委員 晚些會到 那還有我們 親民黨的黨團 副主任吳坤韻先生 然後還有 時代力量的代表 簡嘉佑先生 那我們等一下先請 蘇小會委員 你來跟大家幫我們 說幾句話嗎 謝謝 我們林秘書長 我們的主義執行長 所有臥草的好朋友 還有在場所有的 有志於讓國會更開放的 好朋友們 那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可以來參加這樣的一場活動 我想 今天開放國會的這個理念呢 民進黨自始至終 都是一貫的 就是如此認為 所以 從過去到 甚至是這一屆一開始 我們提出的 開放國會 這樣的一個理念 其實就是講的 專業的 開放的 人民的 這樣子的一個國會呢 專業的是我們每一分鐘 都還在努力 也必須努力到這一屆的 最後一分鐘 來讓大家檢驗 我們是不是夠專業 但是開放的呢 現在已經逐步有成績 就是像剛剛秘書長講的 其中最能夠看到的 就是國會頻道的設置 那其實這個案例呢 我自己當委員喔 就開始有切身的感受 我在這邊舉兩個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喔 開放 國會頻道設置以後 有什麼影響 你知道我們這個區域 選出來的委員 除了在國會 要有表現之外 其實 有很大的一份工作 其實是要在地方上面行走嘛 大家的婚商喜慶活動等等 你還是要跟大家接觸 可是這麼多活動 有時候不見得每一場都能夠到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真的要在國會 也是要問證 要有表現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說 抱歉 我在立法院喔 所以你這場我刮不夠 那里長久而久之 他有時候也會說 啊 你這個藉口啦 我知道了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心照不知 有了國會頻道以後 喔 這個情況又不太一樣了 我很記得 我上一次要去英哥 我真的很趕了 趕到下午3點半的時候 已經遲到半小時了 但是我趕到里長那場活動的時候 我說 啊 里長 抱歉啦 抱歉 我齁 剛剛就是在立法院在質詢啦 所以我慢了一點啦 我真的不是藉口 里長悠悠的跟我說 有啦 我在86頻道有看到你啦 喔 我真的是嚇一跳 你知道 我想說 86頻道還排的蠻後面的 沒想到真的有人看 但是也真的有人看 所以幸好剛剛我沒有亂講話 他真的有看到我是在質詢 不是亂講說遲到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是我在跟一些專家學者 在討論我們的替代能源 下個會期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我們在討論替代能源的時候 講到地熱講到什麼的時候 我說 對對對 這個再生能源的比例 是不是能夠真的有這麼高 我在上個會期 去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我有質詢過 也是台下啊 像各位一樣 年輕的助理 這時候也悠悠的說了句說 有 那場質詢的轉播 我有看 我心裡真的想說 呃 這麼無聊的質詢 你也有看喔 大家到底都這麼認真 在注意我們的每一分鐘嗎 但是 確實 當我們把這個管道開放了 把資訊出去的時候 你 作為一個委員 真的是能夠感受到的就是 事實上 社會上 每一個關注議題的人 真的就是在看你的表現 所以我們相對的 也會更認真 更謹慎我們的所言的每一句話 就像現在我正在這裡講的 後面這台這麼多攝影機 我也是非常注意 我到底在講些什麼 也對我講過的話負責任 那我想今天 大家在這裡 希望國會能夠開放 目的就是如同剛剛所說的 希望我們選出來的代表 他的所作所為 一言一行 都能夠符合我們交付給他的職責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 我認為民主長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 還可以有更多 比如說 我自己在看我們的立法院 網站的時候 我想要去看蘇巧惠 這個委員 他到底做過了什麼 可是我點開我的頁面 看到的只有簡單的我的資料 至於我就什麼議案 投過什麼票 這個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對不對 我沒有說錯嘛 因為他要如何才能看到 我們雖然立法院 有每一場議題的投票的資訊 說某某委員投贊成 某某委員投反對 某某委員棄權 但如果點我的話是看不到的 那我要在哪裡可以看到呢 在臥草推出的 立委投票指南 有全部都有這個資訊 所以 謝謝臥草 那如果我要看我其他的 質詢議題 我又必須要連到我們的影音網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界面 並不是很容易 讓人可以親近去 徹底的了解 這個委員他的言行舉止 那我想今天在這裡 就是要集眾人之力 給立法院更好的建議 但一旦有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 跑得更快更前面 對不對秘書長 那我在這裡其實今天 是藉著我半年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說 開放國會後 是不是對我們形成更大的監督 會讓社會跑得更快更好 答案是是肯定的 謝謝大家 那我們也會一起來努力 因為我始終相信 如果在資訊公開透明 完全揭露的狀況下 人性應該是會向善的 是會求進步的 不會互相毀滅的 所以 除了立法院的 能夠資訊開放之外 我也覺得臥草 有這麼大的力量 集合大家 坐在這裡 不如有一些重大的議題 譬如說現在正在遊行的那個議題 這個資訊 是不是也可以 讓我們更多的公民 把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階層 他們的意見 徹底的揭露 讓大家讓社會 來公平看看 如果要讓台灣更好 讓這個國家能永續 我們的年金改革 要怎麼走 我想可以討論的議題 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謝謝大家 今天都集合在這裡 我們會一起和大家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蘇小會委員 跟剛剛大家的發言 那也提醒就是委員 我們這場也有直播 有很多台直播 所以等一下如果下一場 有其他行程 里長 里長會跟你說 有啦委員 我有看到 剛剛直播有看到 那另外抱歉 我要跟那個委員也補充一下 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立委投票指南的作者 不是臥草 作者今天有 今天有在現場 是這個後面那位洛先生 等一下我們主題二的時候 他也會上台跟大家發言分享 對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請那個 我們清明黨的黨團副主任 吳坤裕先生 來幫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謝謝各位 那個我叫吳坤裕 口天吳 坤裕山的坤 玉山的玉 好 那個跟民進黨的 坤區第一名 唸起來音是一樣的 所以常常會被誤認 好 那個 我們的小朋友 評語 比較貼切 他是毒物專家 我是毒物 這樣 好不好 所以大家其實也滿好辨認 我這樣講喔 今天會來參加這個 東西呢 因為 其實抱著一點贖罪的心情 因為 今天的政府 其實我一直覺得 開放國會 open data 這是一個政府 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還不是從國會 而且還是要從整個政府開始做 那麼國會只是其中的一環 政府的資訊如果不公開 甚至是不正確的 任何的東西都沒有辦法檢測它 這是根本問題 所以 在開放資料 開放open data 開放資料之前 我們一定要要求政府 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數據核實 我們現在很多的數據 是不死的 甚至是 你不能說它不死 但是用另外 今天用一種算法 明天用一種算法 弄得你頭都昏了 而且你無法跨年比較 那我為什麼會帶著 帶著贖罪的心情來呢 因為 其實政府的資料 會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責任 因為十幾年前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我幫宋先生寫了一本 就是他那個時候說萬言書 那裡面有大量的資料 那引用了 全部都從政府的資料來 從此之後呢 政府的網站上面 歷史資料跟當期資料 都是切開來的 以前都是一張表都能解決的 大家想要藏資料來保護自己 這是錯的 我從頭到尾就認為這是錯的 我們在國會裡面 我們能夠開放的東西 說實在話不多 我們只能把協商 或者是我們的法案 想法 把這些東西PO出來 但是真實的數據 真實的資料 就好像大家一直在講 今天下午外面的這個 遊行 那真正的問題是 年金到底是 是怎麼個算法 公時是什麼 這些資料跟Data 在政府手上 不在立法院手上 立法院需要做的是什麼 有了這些公開的正確的資訊以後 立法院在做Open Data 是比較有意義的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像我們去看 世界經濟趨勢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去看美國國會的 世界經濟 或對美國經濟的評估 或世界經濟評估 這是美國的國會的預算中心 他們的專業度跟對數據的掌握能力 能夠到達這個地步 他就能夠提供立委或是各種方面 各精準的資料 因為 美國政府所提出來的東西 他可能是有點唬爛的 為了要哄大家 明天美國經濟還不錯啊 但是 像 這個 美國國會的提出數據 對於未來美國經濟大概就是2% 長期來講就是2%成長率 這個就是一個很精準的判斷 類似這樣子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會也好 政府也好 都能夠走向一個越來越 第一個 數據核實的 統計 確實的 我們必須能夠在數字上管理這個國家 第二個 大陸有某些縣份 已經開始在做預算上網這件事情 其實好多年前就開始在做 他們每個月都把他們的 他們的預算上網 這個就 這才是公 這個沒有什麼好偷的 我預算發包出去了 我就給它上網 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 政府裡面常常會覺得 我預算要把它摳起來 我 我分配資源不要給人家知道 它造成了一種封閉的現象 然後為了要遮掩一個小東西 可能就會要 做更多的保護跟遮掩 這是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 一直期望 那個我 這個主義他們來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我對於 我們對於 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絕對支持 但是我會要求 數據核實 預算開放 這些東西 都能夠慢慢慢慢走上 走上一個軌道 國會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 通通都丟到國會來 國會 中華民國國會沒有那麼偉大 在憲政制度上面 我們的國會其實是被限制的 這個非常 規模非常小的 我們連調查一個 真實數據的能力 其實都是 大規模做一個 真實數據的調查能力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在這個活動中間 透過這樣的活動 能夠理解到 我們政府裡面 或者是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做 開放國會這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有 更好的一個前進的方向 或者讓我們這個社會 就成為一個真正的 開放的民主社會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坤運副主任 跟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其實也知道 開放資料的問題 其實也真的很多 我們之前有聽過 前政府的 應該是行政院長提到 他們說他們當時 開始在督促各個單位 要開放資料的時候 每一個部會要交五筆資料 那好像有一個部會 他就把他們 就把名字講叫教育部 他就把他們教育部裡面的 各個國小的地址 都上傳說這要開放資料 然後國中開放資料 高中 這樣可能很快就衝到 無筆開放資料 所以要開放資料 不只是說 你要把資料上傳 而且是要有用的資料 所以這個東西 也是希望我們要共點資料 我們要努力去 委員們也幫我們協助 努力去Push一下行政部門 那接下來 我們現在可以請 時代力量的黨團 簡佳佑先生 跟大家來分享一句話 謝謝 各位關心開放國會的這些朋友們 大家在禮拜六的早上 還特地到立法院來 真的是要先謝謝大家 然後另外我覺得 首先我要先感謝 臥草提供這樣子的機會 就是說他們主辦了這樣子的活動 在這幾年來 其實國會的 許多被詬病的問題 在臥草的努力之下 變成一個 我們許多可以來討論 可以來 讓大家來檢視的 那其實你看 如果說大家現場 有在看臥草的直播的話 他們效率非常的好 因為剛剛直播出了一點問題 沒有聲音 他們就立刻做了處理說 提供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讓大家來收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是要感謝 立法院的協助啦 就是在這個會期開始 我們可以知道說 蘇院長以及秘書長 非常努力在 國會的開放這一塊 不管是說 國會頻道 在這些委員的努力之下 開始國會頻道的設置 或者是整個 立法院的直播的系統 委員會也好 或者是黨團協商也好 開始我們看到一些進展的方向 那可是我們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覺得說不OK的地方 我相信如果各位 都有在關心立法院的動態的話 如果你有上過立法院的網站 真的會非常的不OK 因為那個頁面 你可能要翻了三層 才找到一個你最基礎的資料 這個我們就覺得有點尷尬 在你這種非常網路化 非常資訊化的時代 可是我們在這個網站上 可能很難找到一個 我們原本很快就可以取得的資料 可是這樣子的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會比較覺得可惜的是 不管是委員也好 或者是立法院的這些同仁也好 行政就是說 立法院這邊的行政系統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在做事 不管是法制局的報告 或者是預算中心的報告 可是我們可能卻很難的 在這個網站上直接就看到這些東西 那你可能要翻過很多的網頁之後才找到 因為原來這個資料就在這裡 那這反而會造成一些民眾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可能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也許比較熟悉 可是會對於民眾會產生一些隔閡感 沒有辦法在這些很簡單 可以收集到資訊的地方卻變成很困難 那我們這邊當然也是要像 不管是說委員也好 或者是我們立法院這邊 可以在大家來討論一下這個做法 可以再做得更精進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還有一點 剛剛大家提到 所謂的大直播時代 因為現在可能不管是臉書也好 或什麼事情都可以直播 那我覺得立法院上一次 開始來進行直播的時候 也許是318的時候 他開啟了一個所謂的主義在講的 大直播的時代 我想那時候大家也都非常看到很多 所謂的兩個夾腳拖夾的平板電腦 就開始進行那整個活動的直播 那現在已經走到我們新國會 我們當然期待說 我們的立法院可以做出更多更多 對於整個議案的開放 或者是說委員的資訊 其實剛剛像蘇委員提到的 大家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你可能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卻沒有辦法好好被看見 那當然反面來思考的話 過去我們在不管是說 一些團體在推動罷免 或者是監督也好 也需要同樣的資料 那在武器對等的情況下 不管是表現的 或者是被監督 或者是監督的團體 大家都可以取得一個更明確 更基礎的資訊 來好好的談論這些事情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那另外就是說談到資料開放的問題 我們其實知道說現在有IVOD 有VOD的系統 可是在那個光碟業的取得 我想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去問過 如果你要取得那個委員質詢的光碟 或者是說整個黨團協商的資料的開放的光碟 可是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要得到所有黨團的同意 這件事情也許有一些在從事資訊的朋友 或者是說在關心國會的朋友 一定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那這個是立法院的內規 我們也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在就這些層面 可以大家再來討論一下說 這件事情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他真的有這麼沒有辦法去讓人民 得到更多的資訊嗎 就像我們剛剛在提到說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人民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然後專業的國會 那我覺得在越開放 越可以讓促進大家的成長以及專業 我覺得這三個面向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啦 既然它是人民的 那我們就盡量的開放 在開放的情況下 我們會督促的委員 然後他們會更為 做一個更專業的國會 那你在不管是在選區業 或者是在專業度上面 也會產生更多跟我們的人民 跟社會產生互動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台灣政治 或者是說對於整個國會的監督 或者是對於國會 對行政部門的監督 都會是一個好的發展 那我們在這裡也是要祝福 我們今天的活動可以順利的成功 那當然下午他們的活動 也是讓他們順利成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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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謝謝時代力量代表 國民黨黨團的代表林維州委員 他現在也在路上了 那他其實等一下可能 因為路上有點塞車 等一下會來跟大家來說幾句話 那這段時間其實他們也很幫忙 有幫我們幫我借場地 或是協助我們參加主辦等等 那我們接下來因為陳曼莉委員也在場 那我們請陳委員也跟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秘書長還有巧會委員 還有各位在場的所有的臥草的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早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從民間團體出來的 那我的民間團體參加的第一個就是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那後來就參加了很多 大概參加了十幾個團體 但是我最投入的其實還是主婦聯盟 那主要的就是因為在那個地方 我有我很重要的一個使命感 那其他的團體的話 大概就是比較是擔任理監事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參加了民間團體之後呢 我會發現是說 其實很多的基層的聲音 他要發出來 如果是說他能夠透過團體一起合作的話 團體畢竟他在一個議題上面 他參與的比較久 或者研究的比較久 所以他在這個議題的呈現上面 會是比較知道他的這個 美美嘎嘎 還有就是說他要去跟這個相關的部門 或者說相關的立法委員 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談話的時候 他也比較知道重點要放在哪裡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 還有參加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團體 叫做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我自己曾經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發起 然後後來也擔任過他們的理事 所以我知道就是說 其實公民參與的部分非常的重要 我們希望國會是非常的透明 然後呢也有陽光 然後呢讓大家都能夠 有一個好的一個國會的品質 然後我們也希望它是能夠文明的 因為有段時間國會常常打架 所以呢公都盟就會有一個 希望國會是有一個文明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我在去年11月 我們也被民進黨征詢成為民進黨的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但是呢我在2月1號上任之後呢 我還是持續的用NGO的精神 在做一些的立法委員的事情 常常有人問我說 我在做NGO的時候 跟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不同 其實最大的一個不同是 我在做NGO的時候呢 常常我們要去找一些的政府官員 談一些事情 談一些議題的時候 他們常常就會跟你講 啊這個還不確定 這個還在研究 這個還在怎麼樣怎麼樣 就給了很多的理由 那甚至來跟我們一起談話的人 可能也都不是非常有決策權的人 但是我來當立法委員之後呢 其實常常會來跟我談話的人 幾乎都是有決策權的人 所以我在立法院裡面 就會搭起一個平台 把民間團體NGO的聲音 和行政部門的聲音 把它拉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能夠讓這個平台呢 能夠充分的運作 那所以呢我這一次進來之後 我也在這個立法院 把立法院的永續發展促進會 把它再把它成立 所以這個成立其實是恢復啦 因為本來在立法院就有 但是它中斷了八年 所以呢我進來之後 我又再把它恢復 那在這個立法院的永續發展促進會裡面呢 目前有四十八位的委員 加入到這個 這個永續會裡面來 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民間關心的東西 它可能會散佈在各個部會 散佈在各個委員會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如果說說我們的立法院的系統 就是說大家關心的 我們在這個裡面都有一些的委員 他對這個議題他願意了解 甚至願意來協助的話 我相信很多的事情 可能比大家在外面 就是講再多 還不如說進到立法院來 然後呢透過立法委員的邀請 然後來了一些很重要的 他能夠有決策權的人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做一些的解決 那另外呢就是說我也在 利用民間的過去曾經參與的經驗 所以呢我現在也都在 北中南東會定期的 跟這個在地的一些的團體 做一些的交流 那可能因為我自己比較 比較過去長期參與的是 這個環保跟婦女 所以呢環保議題和婦女議題 和性別議題在我的這個裡面呢 會碰到的頻率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是在想說其實 環保的議題也會牽扯到經濟 就像我們說我們辦公室 是不是要發展一些的 經濟下面的一些的討論 那在經濟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會放到的是 農村 就農業的發展 還有就是說 再生能源的這一塊 所以我辦公室有再生能源板 然後每天都可以發電 太陽光光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電可以用 那我也會在立法院這邊 希望我們的立法院 也會是一個綠能國會 所以我也在遊說 我們那個總務單位 是不是能夠在立法院 設太陽能板 還有節能 那各位如果有機會去到 群賢樓的101 還有紅樓的101和201的話呢 因為我有要求是說 我們應該把這個會場的溫度 要能夠顯示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說 CO2 就是說我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們應該能夠讓這個 我們很關心PM2.5嘛 那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的 也應該有這個關心 那所以室內的空氣品質要做 所以現在大概就是先做 三個空間的這個揭露 所以呢如果說 架子大概有到這幾個地方去的話呢 他們會再做這個揭露上面的載線 大概他說大概就是這麼大 就所以大概是很容易看到它的溫度 室內溫度 還有它室內的空氣品質 那他們最近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不能把所有的12個 會議室都把它都做起來 他們說他們想要先做這三個看看 萬一那個室內空氣品質 高過這個標準的時候 該怎麼辦 是說要請大家停止開會呢 還是說要怎麼樣 那因為過去這個建築物可能有點老舊 所以它的那個通風的部分的效果 可能還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大家也都在想說 先做三個沾間 然後看看效果怎麼樣 如果是可以處理的話 我們後來大概就會 讓我們的國會裡面的節能效果 和那個就是空氣品質效果 也能夠越來越好 所以我想說進入到立法院來 我們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專業 大家在這邊集合 那我在這邊做了半年的立法委員 我會發現說其實有專業的人 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他們不是只有在招通 不是做這些 他們還有很多的專業在他們的身上 所以大家透過一個透明的網路上面的一個直播 然後讓大家或者說就看那個點播 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訊息 在這邊我也希望今天的會議 能夠大家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在立法院裡面 那有需要我幫忙的 或者說我們的民進黨 或者其他的黨派的可以幫忙的 我相信我們都非常樂意的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那個陳曼麗委員 跟我們的發言 那剛剛陳曼麗委員 特別提到說 好像在跟政府部門在接洽的時候 都有一些不是那麼順暢 那這邊我真的要特別幫立法院 尤其是立法院資訊處 處長今天也在 那特別就是要說一下 就是因為剛剛其實很多朋友都 很多那個委員都特別提到說 好像說立法院官網 好像資訊很多 可是好像很難找 那我們其實很早以前 因為我們也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4月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就找資訊處處長 我們討論了一下 然後我們也提出了一個 就是給立法院的官網 改版的一個建議書 那我們當然是無償 就公益性質的這樣 那我發現說 在這個互動過程當中 其實處長這邊是真的是 資訊處這邊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友好 也交流都是非常的順暢 所以真的是要特別說一下這樣子 那我真的覺得從新國會之後 是有一些些東西 是在慢慢在改變的 這真的是很特別 那剛好那個 像那個這邊 國民黨 這邊黨的代表 所以那個林維州委員 也來到現場 因為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剛剛還在跑行程 然後還在雨中塞車 這樣驅車趕來 那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們請那個林維州委員 幫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謝謝 我們秘書長林志佳秘書長 蘇委員 陳委員 各位好朋友 歡迎大家到立法院來 今天主要要談論的是 關於國會改革裡面的一些資訊開放方面的措施 新的會期 確實 我們這一屆 2月1號上任之後 有很大的改變 當然這個是社會的力量促成了這個國會的改革 我們很期待這個國會改革之後 所為台灣能夠帶來什麼樣正面的影響 那這個實施的過程當中 時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已經一個會期結束了 也看到一些蠻特別的事情 像我們在委員會 我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那現在的錄影幾乎是全程的 就是只要在委員會裡面 都是全程錄影 包括休息時間都是全程錄影 所以我們現在在開會當中 講話就要比以前 我是當第二任的 都要很仔細很謹慎很精準 因為包括在休息時候的協調溝通 這一部分都會被完全即時呈現出來 在網路上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選區 我剛開始還不知道 回到選區的時候 很多選民會告訴我們 我們回饋一些訊息給我們 說我們過程當中講了哪一些話 所以這個還蠻好的 但是還有一些就是說 我們要更仔細的去探討 我們這個資訊開放 我們希望是有更多正面的影響 那會不會有一些負面影響 當然我們要去考量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那因為委員會是開會 不像大會 大會的話是開會在下面 旁聽其實在上面 那委員會的話就是官員跟委員 以及如果要開放旁聽的話 全部做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 像我們這樣子 那委員會開會過程 要不要開放這個民眾 可以進去旁聽 這一件事情我們就要去好好去思考 要去再更仔細的去思考 因為是怕有時候會有一些審查議案的時候 正反兩面 還有這個利益互相衝突的團體 是不是要在委員會裡面 同時讓他們進來 那它不像公聽會 公聽會就OK 公聽會讓這個開放然後參與 就比較OK 因為公聽會我們在開的時候 就是發言就是要先安排 然後這個發言時間是在這個控制裡面 就是一人發言多少時間這樣子 然後邀請公聽會的邀請 也是按照各黨團的比例 去由黨團自己去邀請參與的團體 所以它比較有一個遵循的這個可控制的 不會造成混亂的這樣子的規則在裡面 那但是平常委員會 這個我們就要去仔細 如何讓委員會開會的過程 如果要旁聽 然後場地以及安排各方面 要如何讓會議可以更順利 所以像這些都是細節 就是說開放資訊 開放錄影開放影音這一些部分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細節 還要我們繼續去努力 去大家一起達成一個正面 而且有幫助對台灣的進步有好影響的這些 更細節的一些措施 以上跟大家分享 那歡迎各位 再一次歡迎 謝謝 那我們謝謝林委員跟我們的分享 那因為現在時間 我們想說各個委員 還有秘書長也都還在 那我想我們現在的時候 跟大家來一個大合照 非常好